欧巴马政府宣布将推出旨在为美国学生减轻考试负担的计划 这项计划将给学区就如何提高考试质量和减少不必要考试次数提供指导意见 美国中小学生的考试数量近年来不断增加 不过欧巴马政府表示中小学生花费太多时间在不必要的考试上 欧巴马上周六在社交网络上是宣布推出名为Testing Action Plan的计划 确保考试不会过于繁重而且更有目的性 不过这项计划目前只是政府对于学区提供指导并不是一定要执行的规章制度 学区可以选择是否听从政府的指导建议 并且这项减轻考试负担计划的实施 也不会影响目前已经在学校推行的其他教育政策及计划 关于这项计划的更多细节 白宫方面将在明年1月宣布 白宫 DO agree